晚上十點多救護車趕到現場 熱心鄰居用力的揮舞著雙手 幫忙指引方向 但不幸的是車火當下 車主頭部重創 早已沒了生命跡象 事故現場造勢的黑色轎車 幾乎成了廢鐵 車頭車身嚴重凹陷 救護人員還出動破壞器材 將車門剪開 轎車原本行駛在中坛公路上 一個大灣 車輛疑似車速快 過彎不慎 先撞路旁廢棄的檳榔灘 連電線桿也硬身斷裂 接著失控撞到民宅前的小貨車 及鐵柱才終於停下 台電人員連夜搶修 碰碰碰連環撞 屋主一家人嚇壞了 幸好車子沒撞進屋內 但光是修復 就得花一筆不小費用 由於駕駛民先死亡 事故原因要再釐清中坛公路 國姓往雙東方向這個大灣道 加上夜間視線不清 駕駛壯斷了電線桿 又壯民宅 當場慘死 接著這位小禁為中 吳彭馨 南投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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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